老师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现在我们趁着打解 看一下下道题 第二题 说从1到2008的所有自然数当中 就乘以72以后是完全平方数的 够能多少个 第二题可能它题目说的不够清楚 我们来说一下 说从1到2008的所有数当中 选 那么可以选多少个数出来 使这些数乘以72 是不是变完成平方数 明白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有多少个数 跟72相乘 是反正平方数 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在这里依然是把72怎么样 分解极数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吧 好我们看一下 72会分解极数吗 会 是会的 它等于什么呢 就8乘以9 8又等于2的3之方 9呢 3的2之方 是不是这样的呀 对 那么72乘以A 是不是乘一个数 就2的3之方 乘以3的2之方 是不是在乘以一个数 这个数是不是在1到2008里面的 嗯 那么它应该等于一个完全平方数吧 是不是 是 A是要把它补全的 是 你发现 其实这里呢 就是刚才我们立体一老师讲的 如果A的范围是1到200 可以补多少个 现在A的范围是多少 1到2008吧 是不是 嗯 你可以补多少个 是不是同学们 刚才那个题 如果你要是 把我暂停去想一下的话 估计这套题你已经 都会了 是不是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A呀 我优先是不是补一个2 对 补一个2以后 我还能再补吗 当然可以 是不是 我再补的话 必须补一个什么 完全平方数 我自己要完全 带一个完全平方数出来 对吧 因为你已经补了一个2了 比如说 你这里已经有一个2了吧 2以后呢 我已经变成了呢 完全平方数 我也是完全平方数 那么我是不是再补的话 我必须补一个 完整的完全平方数 嗯 听懂了吗 嗯 是不是再乘一个 完全平方数 比如再乘一个 某个数的平方 是不是 对 那么现在你发现 这个A必须满足什么特点 是某个数的平方 是一个完全平方数的 2倍 这就是我们教育 最最关键的地方所在 嗯 能理解吗 能 能不能理解 那吃西瓜 那个家伙 听到了没有 嗯 是不是夏天到了 该吃西瓜了 你有可能吃别的 吃香蕉也有可能 吃苹果也有可能 吃饭是不是 吃饭也有可能 好 同学们能听懂了吗 A必须是什么 是一个完全平方数的两倍 对吗 嗯 好 那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的两倍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A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 那么A最少可以乘以是什么呢 可以 1的两倍 可以 是不是 因为我们讲 A肯定有个2 嗯 再加一个完全平方数吧 它可以是1的平方吧 对 可以是2的平方 3的平方 4的平方吧 不真的下去吧 可以 那最大能处多少呢 我们试下呗 反正你2乘以这个完全平方数以后 一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吧 嗯 那我们就可以试了 那么2乘以这个大概是2000几 说明它是不是1000几 嗯 对不对 1000几的话我们很快知道 完全没有这1000几是30几的平方 就31平方32平方 是不是这些 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A呀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A如果等于31平方是多少 等于多少 961 A961对不对 960一 好 如果A的平方 如果等于32平方呢 等于多少呢 等于多少 三下平方三下成什么 1024对不对 是不是 应该等于1024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个是不满足的 32平方已经不满足了 嗯 因为1024乘以2的多少 2048 2048是不是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 嗯 但是31是我满足的 是的 所以这个A最大取到多少 31 所以说是不是从1到31 有多少种可能 有 32 31种可能 1到31嘛 31 有什么意思吗 有时候他老是0也行 你敢说情说明 你的眼睛不知道看哪去了 这是什么 从1到2008 对不对 嗯 所以有几种可能 31 31种 听懂的请几种 不几手的同学 也可能听懂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支储备 那就是 完全平方数啊 它的所有因素 必须成对出现 就是说它的 必须是偶次方 对吧 好 看解决过程 72呢 把它分解完 等于这个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最后2乘一个 完全平方数 乘以2 乘以6的平方吧 嗯 是不是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满足条件数 必须为某个 完全平方数的 2倍 好吧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那现在呢 如果是31的平方 再乘以2 那么我们翻 它是不是等于1922 嗯 它小于2008 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你是32的平方 就2乘以32平方 已经大于2008 嗯 所以是不是只能到31 对 所以有几个 31个 共31个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吧 哎好 是没有问题了 那同事们 这道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好 休息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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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